這樣子的功能 那但是我必須要說齁 我上一次去你們那邊參訪了以後 我提出了非常多的問題 那我看了你們的統計資料 我現在處於一個完全看不懂的狀態 可能請你 你有把它插上去嗎 我怎麼都遙控不到 好 來你看一下齁 你們現在 這個是你們自己 我去中心的時候參訪的時候給我的數字齁 平易成立143件 然後2014年民國103年是123件 什麼叫平易成立 就是有做實體決定嗎 平易成立是做實體決定 然後消費者那邊接受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所以是143跟123這樣子 對不起那個字太小看不到 應該是吧 沒關係我們要促進討論你要到這邊來也可以 來來來來 你們就直接過來 因為我實在看 我完全看不懂 來 這個是143 這是123嘛 對吧齁 這是我上一次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這個是我上次喔 去你們中心喔 我要你們把實體的決定 Break down 全部有理由 部分有理由 全部沒有理由的數字給我 我現在拿到的數字 全部有理由 2015年59件 部分有理由134件 加起來等於多少 59 來再下一頁 我直接用這個給你看 全部有理由 2015年59件 部分有理由134件 加起來是多少 那這個評議成立是幾件 那然後呢 這個discrepancy從哪裡來 有可能我們 部份有理由的部分 這樣子齁 對不起先打斷一下 因為那個我們都有議事公報的記錄 用麥克風 那個麥克風 所以如果你們沒有在麥克風打取 他沒有辦法記錄 沒有辦法錄到音 那就麻煩就麥克風 或者回到原位 你們已經看到數字 就回回也可以 好 跟 跟委員報告 部分有理由的部分 有可能申請人他不接受 那不接受的話 評議還是不成立 那如果是無理由 或不受理的案件數呢 無理由或不受理的案件數 也有可能會成立 那不受理的話 因為是程序 不是啊 我現在就簡單的講 我只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跟剛剛吳秉慧委員提出質疑有關係 吳委員的質疑是說 你們都站在財團的立場嗎 那吳委員的質疑是不是有道理 你們最後做了實體的決定 的distribution變得非常的重要 嘛 我去了你們那邊一次 跟你們要了一個資料 我到今天 把你們所有給我的資料 我還是拼不出來 來你說 第一個 剛剛吳委員所講的 其實我們不會 因為法律上面規定 要去跟這些金融機構收錢 我們就 沒有啦 你不用去解釋 吳委員對你的質疑 你先回答 我在數字上的質疑就好了 數字上的部分 你剛才提到那個193件 對不對 那裡面他如果不接受 評議就不成立了 好那沒有關係嘛 那我現在回去 你每一年實體評議的決定有幾件 從你們現在給我的統計數字 我全部都看不到啊 這裡啦 這裡這裡這裡 這本是我去你們中心 你們給我的統計數據 這一年實體的 評議成立的案件有幾件 我現在講2015跟2014嘛 今年是2016嘛 就過去兩年就好了 因為我快沒有時間喔 請你們回去 整理出來告訴我 全部 有進入評議程序的案件是幾件 案件到底什麼終結的 一個評議中心每年花這麼多錢 不會連這麼基本的統計都做不好吧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好來來來 這個是你們最後評議的決定 評議決定如果大家有不服氣的話 可以去跟法院 提起訴訟嘛 這是你們評議決定跟一審判決的結果 你看喔 評議決定 沒有理由的 到一審判決贊同你們的有86件 不完全相同 包括裡面是有理由 跟部分有理由的 總共有45件 所以呈現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呈現出來的結果是 你們的評議會 駁回了消費者的主張 在裡面有提起 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有三分之一 超過三分之一 最後法院是判決他部分有理由 我這樣解釋這個data對不對 呃 跟委員報告這樣解釋 基本上沒有錯 可是我們要看說 我們評議有理由的部分 事實上 法院也有判說無理由 好吧所以我們再往下看嘛 你們有理由的部分 法院同評議決定的11件 不完全相同 認為無理由的只有3件 這兩個數字比起來 你覺得如果用第一審的法院 當作baseline 你們的評議決定 對於消費者有利不利的決定 是比得上第一審法院還是比不上 跟委員報告 如果說從整體來看的話 我們的評議決定被法院維持的比例 大概是75%左右 這個我同意啊 你們的評議決定被法院維持 代表你們評議中心所請的法學專家 都絕有專精嘛 他們的見解為法院所採 這是正常的現象 現在我要看的是不一樣的時候 不一樣的時候 你們駁回消費者的比例 但是第一審法院認為 有理由的比例 這個是一個數字 另外一個數字是 你們認為消費者有理由 但是法院認為無理由的數字 是另外一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之間的discrepancy 你們還看不出來嗎 這個不用做任何統計上面 顯著性的檢定 我直接看數字我就可以跟你講了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我們是採書面審理的方式 那有些證據如果說他在書面審理的時候沒有拿出來 沒有關係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齁 你回去看你們中心的學者專家 大家要不要開個會重新檢討一下 去review你們過去所做的決定 為什麼你們做的對不利消費者的決定 後來被第一審法院給推翻了 這個比例並不低喔 如果今天這個只是各位數字的話 我不會挑這個問題來問你 因為大家法律見解不一樣 這是可能正常 現在我再問你下一件事情 再下一頁 業者你們2011年到2015年 在你們接受所有的申訴 評議的案件當中 發現業者有違法 移送給金管會懲處的案件有幾件 跟委員報告目前一共五件 按Enter 五件 其他的案件呢 因為我看過你們很多實體的決定喔 業者裡面違反的 不管是違反KYC 還是金管會頒布各式各樣的注意事項 一堆 你們為什麼不移給金管會 你們是第一線接受消費者的申訴 在接受消費者的申訴 發現這件事情以後 你們五年喔 只有移給金管會懲處五件 會不會太誇張 這點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 的確算是委員問了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在會裡面呢 不是在中心裡面呢 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來做一個程序上的補證 因為在我接任之前 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沒有關係齁 今天齁 我先把這件事情攤出來看 我們過了一年以後 再來Review這個中心 那我必須要跟中心講 你們從成績到現在 我一直都很支持你們 我想張總經理可以做證 我還問你們人夠不夠 人力足不足 案件辦不辦的過來 結果我看到你們送來的報告以後 我去分析你們的data 我真的看得心裡滿難過的 來 您請回 來 請問一下金管會喔 你們在過去這幾年裡面 有關於保險公司 對不起 銀行 在賣保險商品的時候 涉及不當搭售的案件 你們總共懲除了幾件 你不用統計我現在告訴你啊 你們實施金融檢查只有12件 懲除的案件 懲除的案件是零 你們接受民眾承襲的案件 總共有72件 全部只有一件懲除 你們是對於銀行 搭售保險這件事情 違規的案子是大家都表現得很好 所以沒有可以懲除的 還是你們高高舉舉舉輕輕放下 讓第一線的消費者 直接在銀行遭受這種不當的待遇 這個數字是你們拿來給我的 這不是我捏造出來的 你不用統計了 我現在就跟你講數字在這裡 只有一件 跟委員報告 委員的問題 提到的是那個搭售的 房貸售險的搭售的商品嗎 還是其他在銀行 銀行保險業務設計不當搭售的案件 你們之前有發一個公文嗎 對其實我們前陣子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對不當搭售到底怎麼釐清這件事情 我現在要求金管會做一件事情 之前投保中心他們過濾的案子 他們的案子裡面有很多 消費者之所以會贏就是因為 金融業者在前面有違規的行為 評議中心 對 評議中心 他們總共只移五件給你們 只移五件給你們 移的那五件 絕大多數 在太陽上面 其實沒有必要去分析它的內容 因為案件數少得可憐 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 從第一線的評議中心 到你們那邊的處理 我看到的都是金管會在面臨 在面對金融業者的時候軟趴趴 該違規的事項 該懲處的也沒有去懲處 你們自己實施金融檢查 從2014到現在 檢查了12次 結果懲處半處都沒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的檢查其實蠻徹底的 沒有被你們檢查到 是因為實際上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是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需要去強化 對於這個認定的一致性 我們已經在做了 沒有關係喔 再拜託金管會 因為我知道主委 您可能 過去很辛苦啊 我也不知道您下一個職位是什麼 但是我相信您 一定會在這個體系當中 為我們金融體系的健全 持續做努力 拜託金管會的官員 剛剛我提的問題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東西出來吧 好 我們回去會做檢討 請余偉如委員質詢 請余偉如委員質詢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好 請金融延續院黃院長上臺 來 黃院長好